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曾小杰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节的《全日总结》 先介绍身边的嘉宾由Rafi Rafi,你好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在A股市场全日收市的情况 上证指数跌20点,报3434点 深淨城指跌47点,报12134点 沪深300,跌15点,报3608点 而恒指方面,临近收市报21460点,跌243点 国企指数9304点,跌146点 大市成交633亿 先跟Rafi谈谈大市 恒指在午后跌幅扩大 暂时跌幅超过200点,跌超过1% 加上成交都几弱,都是600亿左右 整个形态是否都出现一个弱态 是否都会逐步向下市低位 当然,以恒指暂时来计,势头偏弱 是这样走 而且近日跌穿了22,000以后 跟上个月两次来计,有点不同 在晚上个月两次,能够跌22,000以后 但以这一刻来计,似乎都开始跌下去 越来越远离22,000以后的区间 如果变成这样走,的确市稍为审慎为主 但以现阶段来计,虽然跌200多点 是跌至215以下 但成交方面,我觉得又不算太大 特别这一刻是680亿左右 如果以成交不是那么大 在跌市里面,其实又不是一件差的事 因为如果以大跌跌跌市 再加上成交是大 意味着那几个沽压就比较重 大家可能会做一步担心 但以跌市来说,成交又不算特别大的时候 我觉得又未至于这么快,看得太悲观了 更何况以来,虽然现阶段数落 很多因素都偏向不是太正面 但以下个星期回来 最主要看另一个因素就是美联储的议息结果 虽然这一刻,大家也预了会加息 但预了加息,还是预了加息 但出来的结果是否令市丹方面 大家觉得一定会跌或一定会升 其实真的不知道 虽然试点演绎,我觉得仍是需要看 虽然暂时来说,市场越来越跌 但是是否等于很悲观呢 我觉得要先看这两天 特别是下星期回来 因为今天星期在215以下 而且借着这下跌,更加补回10月初12日上升裂口 那个裂口底下21530 现在都补回了 所以刚刚补回了的时候 我觉得要看下来究竟能不能够站上去 如果能够站上去 如果能够站上25楼上,能够站稳一点 其实意味着都是借势堡裂口 我觉得又不是太差 但当然你说如果未来再是做一步失手 即是站不稳,现在5楼上 不断向下试的时候 这样说的话,我觉得现阶段值值就211了 说明上,如果以短期来说 下面的,当然看211了 而上面来说,看215 究竟能够站上去 如果能够站上去,我觉得还有条件 试一试回大约22万多的水位 好,谢谢Rafi 我们分析完整个大市 跟你讲一讲一些焦点股份 见到百例第三季 鞋道业务同店销售跌近近一成 税上和美人美丹都下调了它的目标价 百例股价在午后的跌幅也扩大 盘中曾经见过6.06元 这是超过6年以来的低位 其余中国零售股也见到一个收额 今天百例的跌幅是否都反映它们的业务状况 不是那么理想 尤其是在同店销售 跌成一成的因素 是它今天跌的主要原因 当然,以百例来说 今天跌就一定是关它出了那个数据的事 因为以数据来说 特别它第三季度 即是9至11月来说 它们内地方面 始终百例就有分鞋类和运动服 服饰类别的业务 鞋类方面似乎还是比较差 第三季来说 还是跌成同点销售 还是跌成一成流上的 以跌幅上看 还未见到太大幅度的收窄 因为以第二季度来说 其实当时仍在跌 但以第三季跌幅 较第二季跌幅更加明显 以这样看 也似乎是挺异的 因为第二季来说 其实鞋类方面 同点销售 都只是跌7.7% 但第二季跌成超过一成 都见到没太大改善 然后一边相运动服方面也是 虽然这次来说 运动服方面 有过同点销售的正增长 但如果以升幅上看 其实都是不及它们第二季 它们第二季来说 是升大约6.5% 但如果以刚刚这季来说 其实升势 就相对都只挨2.6%的时候 其实升幅都是有少许的 一个放门情况出现 所以只要以这两个数据上看 都见到百例方面 似乎在它们业务上的发展上看 都仍是比较差一点 当然差的主因其实 因为它们本身旗下 依然是以实体店为主居多 多零售店多实体店的时候 自然这方面受的冲击比较大 一方面其实就特别是网救方面 在内地都挺胜行 而且刚刚过的第三季度 也都包含了一些内地的 比如光棍节那样的东西 在网救方面 自然增速是更加明显的 撤消比较 大家去网上买东西之下 让实体店做消费的意欲一定降低 模仪的冲击更加大 如果以分百例来说 现阶段来说 始终未见不到 它们不是没有做网救的 但它的发展不是太大的时候 我觉得暂时而计 其实还是一般的 所以总是今天来说 虽然叫做再跌下去 也见到所谓六年的低位也好 但你说这一刻 能否做过入市的一个反弹 我始终也不是太建议 因为始终今天来说 去到六元边 叫做创六年低位也好 原本以为 其实一直燃利这只股票 没有人拿着 但你说见到今天这样跌下来 其实股价仍是这么大 兼且比过去这段时间 也挺意味着 其实有很多投资者 原来还有货一手 仍在订货 以这样看 如果未来成交都不能够缩减一点 我相信它的股价 仍然向下市 机会性仍是比较高 好 先和各位家庭观众 去跟进一下南酋股 全日收市的情况 汇控是跌0.5步60元05先 中国移动是偏远步89.6 建刊跌1步5.1号6 公刊跌0.44步4.5号移 中刊无声跌3.3号3 港交所跌超过2步194.2 中国人秀跌超过2 埃近3步24.4 友邦保险跌2 腾讯控股跌2 金沙中国跌2 长华靠稳步101.3 新鸿基地产偏短步93.9 九龙仓跌2 中国海外跌1 华润之地跌超过2 埃21.15 中海油跌3 中石油跌2 中石化跌1 宽伦能源逆市有靠稳步 升0.15步6.47 中国神华跌1 一步11.7 另外再跟Rafi讲一讲的 一支焦点股份 編号3377的阮阳地产 近期两度租股东出售持股 先后今天曾经有得升 但之后就要跌了 对他来说 其实这个给股东出售 是否都有一个坏的消息 当然你说以今次来计算 再比九仓减持的话 无疑对股价一定有点压力 因为以今次的减持价位 对比上次南风沽出来的批货 价价更低 如果以这样看 就似乎市场的承受力 开始也不是太够 但当然了 接货是哪一边 即是哪一个人士暂时未知 究竟是否之前的一支安邦人 安邦的保险 或是另一些机构 或是投资者 现在未知 但股份量如何都好 短期做了这么多的减持动作 无疑对股价一定有点压力 再加上以发现阶段来说 始终市况又不是太好 因为你说市好 或是个别股份高位 你做这些举动 市场还有一定的承受力 但始终市不是这么理想 但你都接二连三做这么多的举动 原上股价 虽然早了几天不用跌 但今天来说 都要再借税回回 所以变相短期来计 其实远洋地产股价 可能仍然反复着 但比较好少都这样看 因为今天来说 你多下跌也好 但在大过4.8 10天线都有似初步的支持 面上即市来说 都是看回这一两天 究竟4.8能不能够站住 如果站住的时候 都是在大过4.8至5.4是上落住 但如果站不住的话 我会觉得股价 其实有条件再做一步 下市大过4.6多的水位 好 谢谢Rife 非常详细的分析 看到远洋地产全日收市部 4.87跌幅超过3% 恒指方面 跌幅超过1% 21,464点 跌240点 国企指数 9,308点 跌142点 大市成交683亿 这期时间差不多 先跟Rife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持有? 也没有 我们先休息一会